陈贵妃怎么在这儿 请皇贵妃安 起来吧 谢谢姐姐 是 皇上叫永章来问书 我怕 我怕皇上又训斥永章 好在 我阿哥他会说话 皇上怕事还要问功课 不如我们一起回吧 想起在前邸时 永章刚落地 白白胖胖的一个小人 你也刚当额娘 我总是去看你们 是啊 日子过得可真快 听闻陈贵妃现在奉佛念经 已经吃全素了 自从孝贤皇后崩世 总不知哪里行差踏错 惹得皇上对我不满 你也是爱子心切 才会让人教唆 你我相处多年 怎不知你是个好脾气的 没想到 这时候只有你来安慰我 怪不得 竟是你成了未来的皇后 我呀 拜也家世 成也家世 我无子嗣 贤明也不如孝贤皇后 也许皇上就是因为这个 才选我为后吧 我只是希望我的孩子能平安有福地长大 其实这么多年 我也别无他求 只是希望我的孩子能平安有福地长大 可是压在我头上的那些人都没了 变身了失心妄想 也听信了家贫的奉承 以为自己有资本 可以证一证皇后之位 为自己的孩子 争一个抵触的身份 我实在是糊涂了 但求你能谅解 起来起来 我明白 也无意怪你 我无子嗣 所以我不会对任何一位皇子偏袋 也不会跟你计较就是的 真的 不为别的 就为我们共同养育过永皇 也为在前底时你我之间的亲密 皇贵妃若有此意 便是保全我们母子了 哪体也不计较 就是现在生活要静静 还能生活 这么养我 似乎着 你 这简直 臣妾给太后请安 起来吧 坐吧 你们都下去吧 是 明日天一亮 行过礼 你就该叫哀家 皇额娘了吧 哀家 最不忠义你做皇帝的皇后 但最终 还是你走到了这个位置 臣妾有今日 全都仰赖太后 哀家可不敢受你这个仰赖 是皇帝执意要选你 哀家当年跟你说过的 不过是要你好好思量 不要学你姑母那样 作茧自缚 臣妾记得 臣妾记得 当年臣妾对太后说 臣妾对后卫并无心思 是啊 那之后 皇帝尽你为皇贵妃 如今你要敬畏皇后了 这话又怎么说了呢 臣妾还是敢说 臣妾从未罔求过皇后之位 你自然可以得意 你这个后卫 不是你自己争来的 是皇帝拱手给的 皇上的情谊和厚爱 臣妾万分感谢 不敢得意 没有珍惜 太后 臣妾想问您 先帝在您面前 掉过眼泪吗 永皇过世的时候 皇上在臣妾面前 强忍着眼泪 他说他不敢面对 永皇的过世 皇上说 他欢喜皇子的长臣 也害怕皇子的长臣 他说他在万人之上 却也在无人之殿 孤零零地没人陪伴 那个时候 臣妾只想对皇上说 皇上一直让臣妾安心的话 有我在 你放心 然后皇帝就跟你说 让你陪伴他 成为他的皇后 是 那不正好合了你那颗心 臣妾是想和心爱的人 携手并肩 不过对于后卫 臣妾也是向皇上坦诚 面对后卫 臣妾惶恐 因为你姑母 姑母对臣妾的叮嘱 太后也知道 这份叮嘱 过了这些年 臣妾也没想明白 以至于皇上说到后卫的时候 臣妾的心里 亦是逃避 也是皇上的一句话 让臣妾猛然惊醒 这些年或许是因为 姑母的叮嘱 臣妾受困于 皇后的身份 中宫的位分 只是这些 都不是臣妾在意地 想要的 臣妾真正在意地 想要的 只有皇上的情分 皇帝说的那句话 是什么 皇上说 他是皇上 也是人夫 他希望陪在他身侧的 是皇后 也是妻子 太后 臣妾心中所向 并非后卫 而是皇上的妻子 哀家本以为 你比你姑母精进 你说这话 却也不比他强到哪儿去 皇帝是天子 身在万人之上 无人之巅 他们永远都不可能 真正成为 一个女人的夫君 便是皇后 也只是他们 身边的臣子 奴才 太后 难道 您从来就没想过 要当先帝的朕气吗 哀家 从未做过皇后 当然 不可能 没想过后卫 但哀家 从来没有真正在意过后卫 更没有执念于君心 因为君心 从来就是这世上 最难揣摩 最难把握的东西 也是 最不可信赖的东西 好了 你今儿来说了这么多 哀家 明白了你的用心用情 你是皇帝亲选的皇后 哀家 没有什么话可以再说 只是哀家 在警醒你一句 作为皇帝的记后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而大清开国以来 你们乌拉纳拉市的皇后 更是不义 臣妾或许看不清后卫 看不清前路 也不够看得清皇上 可是臣妾也看得清自己的心 臣妾不喜欢孤寒高伟 可皇上说他孤单 臣妾就只想到他身边去 去吧 皇帝正等着你呢 一步一步 走到他身边去吧 臣妾多谢太后 臣妾多谢太后